接著看到的是2024總統大選選情是持續的升溫 而根據美麗島電子報的最新民調顯示 賴清德他的支持度最高擁有的是39.4% 第二是侯友宜有20.4% 第三是柯文哲19.8% 不過對此 館長陳之翰是質疑這個坊間的民調可信度不足 他還直接在聊天室裡面對粉絲進行民調 結果顯示有九成的人都不支持 賴清德 館長在直播中先是質疑 坊間的民調都是以打試話或是手機進行訪談 但是現在的年輕人行為模式幾乎不可能接試話 甚至連手機顯示陌生來電都不太會接 所以民調是如何取得年輕人的樣本 館長接著直接在直播中利用Youtube的意見調查功能進行民調 結果顯示92%的人不支持賴清德 館長對此怒轟 奇怪了 我們這邊隨便調查就超過九成的人很不喜歡賴清德 哪來自成的人支持他呢 大家應該還記得在今年5月的時候 台南有一名3歲的余姓女童 她牽著媽媽的手過斑馬線 結果卻慘遭轉彎的汽車撞死 余爸爸最近專程北上參加環路漁民的大遊行 沒想到呢卻在網路上遭到網友出征 對此前台北市議員呱吉開罵酸民 台灣交通混亂 人車爭道以及不重視行人安全 這是屬於歷史的工業 民進黨是目前的執政黨 而且完全執政 本就應該承擔起所有的責任 根據了解 余爸爸表示 他參加遊行結束回台南之後 發現被不同政治傾向的酸民攻擊 他說終於領教到側翼的厲害 也說不管你的政黨傾向如何 都沒有必要把自己的快樂 建立在別人的傷口上 因為這真的很痛 呱吉也分享了余爸爸的文章說 支持什麼黨派或價值觀 就去說你相信的事情就好 不要老是在那邊質疑 別人的發言資格和立場 連余爸爸都能站是腦子壞了嗎 呱吉也提到 他最近看到某些極端賬號或粉專 很愛取笑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徐巧新的外貌 他覺得也很噁心 徐巧新說的話或做的事 多的是可以批評的地方 但是長相就是不官酸民的事 關心完政治的新聞 接著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這幾天討論度非常高的新聞 天后李文生前控訴中國選項節目 中國好聲音的音檔曝光之後 使節目陷入了爭議風波 而流星女副導更是遭到網友漏搜圍攻 並指控說他就是帶頭欺負李文的人 為此他疑似用小號發文反擊 再度掀起網友議論 有人想到我的感受嗎 站在台上別人侮辱 這個叫侮辱 一故天后 Coco李文生前哭訴 遭大陸選秀節目中國好聲音製作團隊 羞辱霸凌 消息曝光之後 身為節目附導的流星女子 也被網友漏搜圍攻 指她就是帶頭欺負李文的人 對此流星附導疑似更反擊 你們還想怎麼樣 這個世界有時候會碰到一些非常壞的 大陸網友爆料李文剛過世時 就有人在流星附導的抖音留言質疑 你們有沒有欺負Coco 他這麼正義的人真的好可惜 而流女竟回應 的確可惜誰叫他阻礙我們正常工作進行呢 引發大批網友炸鍋 但如今流星附導的抖音已經搜尋不到 也有人懷疑該段留言的真實性 不過近日網友們又找出疑似流星附導新辦的抖音 而他的簡介寫道 大號已經被你們罵瘋了 我也休假了 已經到了鳥不拉屎的西北 你們還想怎麼樣都了解真相嗎 直接對唱大陸網友 但此賬號不久後也消失了 對此播出中國好聲音的浙江衛視表示 會加強監督節目並進行調查 但仍無法平息大眾怒火 如今也越來越多工作人員及選手 出來爆料內幕 爭議持續延燒 好聲音的相關爭議 目前已經延燒到了第四天 而且就連現在正在播出的 2023中國好聲音也遭到了觀眾的痛罵還有抵制 而且更有眼尖的網友發信 在18日播出的最新一集第四集當中 潘瑋柏明明是雙手放在大腿上 但是椅子卻疑似是自動被轉了 讓他們痛批這根本是黑箱操作 2023中國好聲音賽制與以往不同 可以讓選手決定要民選還是盲選 主要的差異就在若是民選 就是讓導師決定要不要轉身 背對做出不選擇的決定 不過有眼見的網友發現 在18日最新一集播出的節目當中 當遊樂島樂隊帶來原創歌曲 愛本身在唱到3分29秒時 潘瑋柏明明雙手都放在腿上 椅子卻疑似自動轉向後面 變成他做出了不選擇的決定 從表情和嘴型可見 他似乎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並且說著What 大陸網友看到這個片段後 都感到相當氣憤 在中國好聲音爆發這個爭議之後 有不少的藝人是震出來發聲 台灣歌手楊培安就開了第一槍 他寫Mail給大陸的廣電總局 來檢舉好聲音 楊培安在微博發文 號召網友透過Mail 或是打電話的方式 檢舉好聲音的惡行 還以示的李文一個公道 希望相關單位可以重視 演藝圈台面下的霸凌行為 有人擔心他可能會遭到報復 但是楊培安直言 過去不是沒有跟現實妥協過 但沒妥協一次 我就越憎恨自己 討厭自己 即便在旁人眼中 這可能會讓我名利雙收 楊培安同時也公開檢舉性截圖 希望可以喚起大眾對於這件事的重視 許多網友紛紛留言力挺 但有人打電話到廣電總局檢舉時 卻發現對方處理的態度相當消極 然後再次移動 再次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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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移動